大家好,我是安杰伦业务工程师庄逸琳 欢迎大家来到安杰伦量测达人试播器篇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USB的量测应用 今天我们跟以往的量测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以往大家在量USB的时候 你可能完全没有头绪 你要去找前面的学长去拿到标准的测试流程 那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现在的测试设备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你整个测试其实可以做到很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测试一个USB的host device 那我们来看整个的测试流程大概会是怎么样子 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来到试播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测试假设你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那我们就到Analyze底下去选择AutoTest USBTest 选择了以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开起来的视窗就是整个USB的量测界面 在界面上我们就去简单的选择你现在量的是device还是host还是hub 接下来咧我们就可以看到我要测试的项目标准测试有这么多 那以往你可能要一个一个慢慢的去k每个要怎么量 接下来我们很简单的是你挑一个项目你要测的勾选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看后面的接线步骤 我们就已经把整个流程内建在里面 只要你照着这个流程去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试播器的碳棒连接到试播器的字句上面 那你的代车物透过了cable接上了字句 我们完成了这样的接线以后我们就勾选我已经接线完成 我们去run这个测试接下来他就会跟你讲你要到你的代车物上去执行这个软体 这个是USB-IF所提供的high-speed electrical test tool 开启起来以后我们就选择到host测试 所以我们流程上面接下来就会跟你讲 你现在开启了以后你要去执行test pattern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host你就要选择你是哪一个po要做测试 当你设计设定完了以后去执行 那你就会看到你的试播器上面会出现这样的测试pattern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按ok 那我们就会看到试播器的画面上 他就会开始去帮你截取测试的pattern 截取下来之后呢 他会把它放进我们的软体里面去做分析 那你会看到大概不用10秒的时间 这个测试的report就出来了 那这个是follow协会的要求 用main level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整个的测试report会再被拉回到安捷的软体平台上面 做成这样的一份html report 这样的report呢 你可以把它储存下来 或者是这个部分你还没有测试完成 接下来你还要继续测 你可以把整个project save下来 那之后再recall回来 接下来做测试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的测试solution 跟以往的差异性 以上是我们针对于试播器自动化量测部分的介绍 谢谢大家观看安捷人量测达人试播器篇